以后我们花儿乐队和现在这个形式还会重组在一起 又变成一个新的形式再去做 你刚刚说有可能花儿乐队会重组 对对对 在昨天某一月活动上 刚刚从花儿乐队率先单飞的大张伟 爆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而在2009年6月 以大张伟为首的花儿乐队 刚刚宣布了散伙的消息 不到两个月又生重组之一 这着实听起来有些儿戏 大张伟呢先行单飞 然后他们两个人呢会 随波逐流 对不是 紧随其后 毕竟就是岁数大了嘛 然后也是那个 大家有的想法也会有一些偏加什么的 然后比如像我个人 我就自己比如说 开公司啊 然后拍电影啊什么的 会有一些别的爱好 这几个80后的歌手 已深陷创作瓶颈 想要寻找各自发展的友 而散伙单飞 不过在这一个半月 单达独斗的日子里 本以为可以创出一片新天地的大张伟 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不顺 2009年7月 大张伟为自己新传级爱火烧宣传时 因为达飞所问 精神恍惚而深陷吸毒门 现在等于说 所有的过程都是我一个人要回答 所以说很多东西要 那个非常那个脑力更集中的去面对很多问题 听起来单飞的落寞 让大张伟似乎意识到了 团结就是力量的重要性 而他的力不从心 更是话里话外 为花乐队的重组埋下了伏笔 本身我们花乐队解散这个事情啊 不是一个结束 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 跟夫妻一样 然后在一起待个七年之痒嘛 有这种感觉到这个羊的时候呢 你就得找那个勺的脑脑是吧 你把这包弄在那 反正你用不同的东西去把它去了就好了 是这样的